熱帶風暴吳空吹襲菲律賓中部沿海地區造成洪災 死亡人數上升到耍人 另外有幾千人仍然無家可歸 吳空星期二在東沙馬省登陸 較早前該地區因塔樹破壞房屋而造成三個人死亡 這個熱帶風暴是今年吹襲菲律賓的第十七個風暴 吳空吹進南海已減弱成為熱帶低氣壓 本月較早前另一個風暴補下 吹襲菲律賓南部造成超過一千人死亡 吹搞正規創史